我問一下徐醫師 一方面在臺灣出現檢疫的案例 他可能是無症狀的這個被感染者 一方面我閱讀到 中國有一些專家 已經對外說武漢事實上 這一個檢測的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了 大概有一半的這個事實上有被感染者 可是他在檢測的過程當中 他會呈現陰性 意思就是說他測不準的比率很高 他如果檢測出陽性的 應該就是確診 問題是有很多他測成陰性 可是最後事實上是有感染 所以以這一次的防疫工作來看 在很多環節上面 現在都是失控的狀態 我們先從流感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我相信用流感講 大家可能比較容易理解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 我們在還沒有武漢肺炎發生的時候 你全身痠痛 然後發高燒 發到39塊40度 然後淫歪在家裡不能動了 然後來到急診室 那我們可能就說 你這個看症狀就像流感 那我們就會問 在還沒有武漢肺炎疫情的時候 就會問說 你家裡面有沒有 這個也有跟你同樣症狀 類流感的病人 如果有的時候 大概在12月1號以後 我們大概有這樣子症狀的人 我們就會發所謂克流感的藥 這個是之前我們在針對流感疫情的時候 做的防疫的作為 因為只要症狀相其實驗不驗 它的就像武漢肺炎現在一樣的狀況 它的診斷率其實不是太高 一般我們統計上來流感快篩的診斷率 大概五成六成左右 因為其實牽涉到 塞不準的地方 對對對 因為其實整個統計起來 因為有很多家不同的試劑 大概就平均是這個樣子 因為有時候跟你的發病的時間 還有黏膜的這個 病毒濃度 對病毒濃度 有時候有些試劑說 你要從鼻咽 有些人說要用 從那個扁桃體的側面 那有時候或許你剛喝了水 然後我們從扁桃體測 剛好濃度不夠 病毒濃度不夠 他就不準 所以其實本來這個減體的量 還有篩檢的方法 那或是譬如說我們小朋友 測一下可能他就突然打噴嚏 我們也不好意思讓小朋友再受苦 媽媽或許又覺得 這個叔叔壞壞怎樣 我們就不敢再採檢 這些都有關係 所以這個都是屬於我們的 尾陰性率 對這個是為什麼會 有可能會篩不出來的一個原因 所以在用流感來講 可能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尾陰性確實存在 但是現在 那尾陰性如果高達五成的話 很恐怖 所以在流感的狀況下 我們就是如果家裡面有 類流感的 你只要症狀像 我們在這個情境底下 我們就發客流感來治療你 那有時候吃一吃 他就症狀很快就好了 我們就達到了這個防疫的一個效果 那所以這個可以來解釋說 為什麼現在說 可能會有這個尾陰性 所以如果就算你可以出院 有些專家就說 你回去海嘯隔離14天 因為可能你身上 還有一些病毒的存在 我想 所以即便你的症狀 目前為止治癒 可是你治癒後有沒有傳染率 是很難講的 很難講 因為就像現在說 或許你還沒症狀 你身上塞出來都還有病毒 對 所以或許你還有傳染給別人的能力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現在 有些中國的專家說 你就算認為你可以回家 你還得自主在家隔離 或是你一定要戴口罩 14天 因為其實在我看了一些新的文獻是說 它有傳染力是2到10天 那中位數是5.2天 但是比較保守還是14天 對 這樣子是比較安全 那以你第一線的專家 你怎麼觀察現在疫情的變化 台灣因為確診案例增加 現在也人心惶惶 所以急診的看診量應該也增加 對 其實大部分人都還是說 他只要有點咳嗽 就是說我好像 尤其是鑽石公主號這個事情 他說我1月31號去過101 他就想要來篩一下 那其實我們還是要有密切接觸 就是他很確定 他跟某個人有密切接觸 才符合 而且我們要有明顯在X光片 有兩側 雙側的肺炎 因為其實我們在文獻上也看到 真的確定有 有75%病人是雙側肺炎 25%是單側的肺炎 我們還是以X光片為主 看到有這個明顯的肺炎 那這樣子就算你不通報 我們也一定把你收住院去做通報 好 那你怎麼看 中國內地還有一些人 他們確診的方法是用CT 對 OK 其實 CT跟X光的這一個確診率有什麼差異 好 其實我們在內地和 就是中國和台灣用的這個modality 就是用這個診斷的工具有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就是台灣很喜歡用X光片 對 那中國你會發現 還是因為健保的第一關就給X光 OK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以防疫的角度來看 如果我們每一個病人都讓他去做電腦斷層的話 電腦斷層很快就被污染了 好 因為電腦斷層要進去一個機器 對 那如果我讓 不能放在比較外面的這一個隔離的 電腦斷層很大一台 而且你必須 他必須有一個牽板全部隔起來 那我的X光機可以像我的X光機 現在是放在外面的隔離區 就你們醫院外面的隔離區 就比較空旺 是在一個有抽吸的一個地方 好 它是可以移動的 獨立區就對了 對 它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空間 就等於是他某種程度也保護了醫院 沒錯 就等於說這裡是檢疫區 這裡也當然有一些專業的配備 但是這裡跟醫院母體還是有一個隔離的 但是我現在沒有辦法把我的電腦斷層放在那個位置 對 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台灣用X光檢疫的第一個關鍵 沒有錯 因為如果我讓每一個疑似的都進去 那每一個出來我那邊要重新消毒一遍 那這樣子我整個篩檢的速度也會變慢 所以這還是醫療資源的管理問題 沒錯 沒錯 我光從這一次的這個新聞事件 我就觀測到醫療資源的管理真的很重要 對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一個原因 軟體的管理 硬體的管理 風險的管理 動線的管理 對 病床的管理 沒錯 沒錯 就是為什麼台灣的負壓隔離病床這麼珍貴 因為他做到負壓 他獨立通道 然後這個獨立他的這個一切的隔離 包含空氣的循環 對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隔離 你可以做的很多很大量的複製 可是你就沒有達到隔離的效果 對 就醫院很有可能也變成一個超級的傳染或感染中心 沒錯 所以管理無論如何在任何事件都很重要 我們稍後回來 沒錯 我們稍後回來 沒錯 沒錯